一般女子都无法接受,古代太监娶妻之谜,太监娶妻真正的目的是什么? 据说,魏忠贤曾杀掉数名囚犯后,吃掉他们的脑髓,只为了增强男人能力。 李莲英曾收过别人进县的海狗肾,也是为了重振雄风,可见,太监也是有欲望的。 大家好,这里是小麻,点击订阅,带你解读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太监这种生物之所以出现,说到底是为了满足古代帝王的淫乐需要。 因为后宫中续养大量年轻女子,而这些女子又需要男人服侍,为了避免他们和这些男人亲密接触。 商及帝王的尊严,便只好将这些服侍的男人阉割,论理,太监被阉割后无法进人室,就该与女人绝缘了。 然而历史上,却出现很多太监娶妻那些的事情,这事儿很多人听起来觉得难以置信,但却是事实。 不能人道,但为何要娶妻呢? 太监娶妻,又称对时,基本历代都有,只是到宋明之后,才逐渐为大众所熟知。 中国历史上,最出名的对时夫妻就是明末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和客氏。 魏忠贤本来是和监府的一位混混,后来自己燕戈进了皇宫,成为一个太监头目,魏朝手下的红人。 他也就间接搭上了王安这条线,再加上传言魏忠贤未进宫之前,燕戈没有燕干净,又夺走了当时魏朝对时的客氏。 从此也就有了辉煌腾达的潜力,因为客氏是当时皇孙朱有孝的乳母,人们对于身边人都是比较亲近的,这是人的本能,他也就成了宫里的一个小头目。 加上客氏又经常在朱有孝面前为其美颜,之后富贵也就水到渠成。 万历四十八年,名神宗朱一军驾崩,朱常洛继位,朱有孝为其在世的长子,自然而然成为了太子,魏忠贤和客氏的地位也水涨船高。 但值得高兴的还在后面,很快光宗皇帝因为红丸案而成了一月天子,朱有孝摇身已变成了大明帝国的皇帝,魏忠贤成了司里兼长印太监, 客氏直接成了凤圣夫人,他们之间的对时关系也就没人敢说了,可能朱有孝还时常鼓励他们,你们都是我身边亲近的人,你们关系亲近点也分属正常之类的话语。 从此一人之下,外人之上的魏公公和当今皇上的如母客氏,成双成对,俨然一对正常夫妻,估计平时除了夜晚睡觉,夫妻间的所有事情都做了。 更何况,他们也是利益共同体,权势富贵,均来自于朱有孝,关系亲近也就正常了。 虽然说,太监进宫前必须静身,且要经过一系列检查,但是不乏有些人在阉割时,做得不够干净,在明朝太监刘若宇所做的卓中志中,就有提过明末许多太监静身有问题。 而之所以出现这么大问题,主要原因是太监人数太多了,据史料记载,仅是崇祯十七年选了三次,宫中就增加太监万人,每岁月米增七万二千十,那些没被选中的,只好流荡在皇城外的佛寺。 人数这么多,有烂于充数者也就不足为奇了,而这些阉割得不干净的太监们,待他有权有势后,也会想方设法恢复自己的能力。 像前文我们所说的魏中贤和李莲英就是这种情况,另外还有汉朝的李延年,李延年入宫前是被阉割的,可是据史记所载,其后来不仅成为了汉武帝的男宠,还和宫女们乱来,可想而知,他后来必定通过什么方法让自己又有了功能。 此外,还有一些太监是根本没有被阉割过的,他们通过买通关系,假扮太监进了皇宫。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老矮就是这种,他以健康男性之身,假扮阉人进入后宫与秦始皇母亲赵姬思通,赵姬甚至还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。 据说曾被慈禧宠幸的太监安德海也是这种情况,不过安德海后来被丁宝珍斩杀后,曝诗三日,如果有问题的话,丁宝珍也是不敢的。 所以,安德海是假太监的传闻应该是假的。 假扮太监,买通关节,不仅操作难度大,风险更大,被发现基本上要灭族的。 所以,这种情况并不多,无论如何,在拥有能力的条件下,太监们当然不会放弃做男人的机会。 为满足心理需求 古人讲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笑之时也,更讲不孝有三,无厚为大。 而太监则同时占了两个,这是严重的不孝之举,是被社会所不齿的。 这样的环境给太监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,加上在宫中长期遭受主子们的压迫,生理上的痛苦,重重冲击,使得太监们产生极大的负罪感和自卑感。 而未高权重的太监,如高利氏和未忠贤,出于心理需求上的考虑,自然是要娶妻的,这样才能体现他们崇高的地位,他们所娶的妻子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。 而是作为一种象征之物,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。 还有一种比较小众的是待见,虽然被净身,失去了繁衍后代的能力,但精神上还是作为男性存在的,他们内心中有对女性的私欲。 娶妻是男性占有欲的本能行为,太监娶妻也说明了,人类的性基因并不能够随着净身而消失,而与自卑相生的便是补偿心理。 所以太监们为了弥补心理上的缺憾,减轻自卑感,自然就想到了组建一个家庭,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她获得别人的认可和接纳。 所以,许多朝代的宫里,太监们会和同样孤苦的宫女结为对食,虽然不能像普通夫妻一般缠绵恩爱,就算互相嘘寒问暖,一起吃顿饭都觉得温情默默。 而有的太监在发达后,会在宫外自己买出宅子,同时备有丫头仆人,想着休假时出宫过过正常人的日子。 这时候,妻妾自然是少不了的,即便她们无法体验男女之情,但起码像个家。 何况,这么一个宅院也要主人打理,自己偶尔回到家也有炖热汤热饭。 有个女主人是最好不过了,电视剧《大宅院》里的长公公,白二奶奶在贿赂她时,不仅给她买下了一座宅院,还配上了两个年轻漂亮的丫鬟。 这两个丫鬟是被当作妻妾使的,负责照顾长公公的生活起居,还要打理宅院事务。 无论怎样,自阉哥入宫那一刻起,太监们基本上就和原生家庭割裂了,娶妻娜妾,组建家庭,可以让他们重新获得归属感,满足心理需求。 太监的妻子需要做什么?凡是嫁给太监为妻的人,无一例外,全都是苦女子,他们嫁给太监之后,还是需要做两件事,一为相夫,二为娇子,但凡是能够娶妻的太监,不是有权就是有事。 妻子都得罪不起,尽管内心不满,但还是要细心照顾着,而且要更加细致,以免被家暴。 太监不具备生育能力,但是他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万贯家财散落人间,所以,他们大多会收养一些义子,帮助义子上位,让义子来继承自己的家产。 在这种情况下,妻子自然要尽到相夫教子的责任。 太监虽然地位稍高,但毕竟不是完整的人,因此心里不免有心扭曲,尤其是面对债如花似玉的妻子时,这种心态尤其凸显,长此以往难免产生自卑。 一旦自己在外面受了气,一般都会拿妻子来撒气,这还不算最坏的,有的太监因为扭曲的心理,可能会对妻子施以性虐待。 而宫女们嫁给了太监,不但要守活寡,在伺候完自己的主子之后,回到家里还要伺候丈夫,再加上时不时还要受到打骂和虐待,可谓是悲惨至极,是一般女子都无法接受的一种生活。 虽然对时,这个风气让太监的形象打了折扣,但不可否认的是,太监也是一个靠本事吃饭的职业,在变幻莫测的公平之内,如果不懂得察言观色,不懂得处事圆滑,也只能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太监。 在如今各种行业成功者多如牛毛的时代,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他们的身上,想要研究和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,可我们却忘记了。 太监这个职业的成功相比下来也更加的困难和复杂,但却成为了冷门,没什么人愿意研究和学习。